歡迎來到FIN2 我是阿芬 很開心在這邊跟大家見面喔 五星達克來一耶 各位 抓回家 抓回家 Z招式 帶來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剛剛抓到的暴飛龍 暴飛龍 不是可多拉支援者 支援者不會去扛到對方的火招 所以說我覺得支援者派剛系應該還好 如果是打手派剛系就危險了 你可能會被一招就帶走 我記得火Z的名字是不是 什麼什麼 極具爆飛彈 因為我在日月裡面 有讓我的小劍卻學啦 來一發入魂 Z招式噴火龍 高級球 各位 運氣不錯 四星高級球應該穩了穩了 一個兩個 三個三個 四星噴火龍 我們第一隻二彈的 四星噴火龍啦 超強極限爆焰彈 我覺得達克萊伊用這個 有點像萬聖節風格的場地 應該比較容易出喔 接下來是要鑽四星的水箭龜 跟五星達克萊伊 兩隻大的 各位 炸起來 沒有 沒有天天過年的 但是我們有三星的黑夜中野狼人啦 我在體驗會上就想要這一隻 因為我有一隻白奏型態的 但是就是缺這個黑夜型態的 湊魚隊了啦 他的招式是 岩石系的尖石攻擊 跟白奏型態是一樣的 大家不覺得他蠻像是 那堅丁鎮的 鑷子的嗎 我覺得他的髮型超級鑷子的 他的主力寶可夢出來之前 我一直都以為他會派這個中野狼人 所以我是別人啦 大家有玩劍隊就知道 欸 達克 看到影子了 各位觀眾 錯啊 運氣不錯 達克來一怕什麼啊 我要看一下DM嗎 二屬性如果是被攻擊的那一方 那麼他就會怕我們的 格鬥系跟蟲屬性 格鬥系 我有路卡利歐 我想起來我有路卡利歐 完蛋了 在哪 不 來不及啦 我竟然主用到小火龍 翻車了 不對啊 結果我寫在上面 我幹嘛看DM啊 我好久沒碰到五星了 大家知道我第一次 在崇智森這邊花了七個小時 抓到了第一隻的我的路奈雅拉 在下一周呢 我抓到自己的五星水君 後來就沒有抓到 我的第一彈就只有兩隻五星而已 所以說這一次來跟這個 達克來一碰面 很開心 希望各位可以替我集氣喔 我的小火龍 打那個十分之一 完蛋了 我運氣不好啦 祝用到一星小火龍 還好我有這隻格鬥屬性喔 因為大家都知道 寶可夢要讓他 接近氣絕 他要在冰死狀態之前 他會比較容易捕捉 捕捉寶可夢的基礎之事 我們的全力無雙擊掠拳 一發就把這個 戴克來一解決掉了 差一點就高級球 差一格 奇蹟 紅白球抓五星 有沒有 沒有 搖三下沒有 我覺得稍微比較可惜一點的是 十字版的基台呢 如果我們有用到特殊的球種去抓到寶可夢的話 他會把那個球啊印在你的卡片上 假如說我的這隻水軍 他是用高級球抓到的 他就會畫一顆高級球在上面 但是因為我們是打台版的 就比較可惜一點 喔 跟 謝謝 剛好我們從資深的老板啊 有很多很棒很棒的稀有日版卡 日版的設計的樣子跟我們台版不太一樣 雖然說有同一隻 但是顏色我覺得他比較飽和 喔他還有那個Tech Team 有那個訓練家跟寶可夢一組的 沒有錯啦就是這樣 這個是小智跟我們的皮卡丘 然後他是戴Z招式 是一千萬福特 然後小智跟木木霄 原本我們木木霄是不是一二星的寶可夢 但是他跟小智一起的話 就可以得到更強大的力量 寶可夢能量到2020 欸小智超多跟他搭檔的 然後這個是炎熱喵嘛 皮卡丘 而且他有特殊的招式 比較可惜是這一隻木木霄沒有Z招 我知道在動畫裡面他有炒Z 接下來這邊是 這是我們一彈的雷公 顏色配色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貼紙也貼得比較滿 然後這是武藏跟迷你Q 然後這是四星中央狼人 二彈的卡比獸 欸皮卡丘2200的四星 然後水一部寶可夢能量超高的 欸皮卡丘超多卡的啦 這招也是有Z招的 然後他小招都是10萬福特 欸他一部家族都有耶 火一部騎士海人 然後炎蒂 超多的啦 還有Mega進化的巨星怪 其實畫的都蠻好看的 赤眼咆哮虎 其實跟我們第一彈是一樣的 這也是大師求抓的耶 然後耿鬼我們還沒有出 雷一部四星 然後能力已經達到3140了很高 迷你Q這每一張卡都畫得很好 Mega帶龍 大明星 赫拉克羅斯 又出達克啦 來啦 我們達克大師求來抓達克 有沒有啊 好像沒有 有了 難道是 達克來 換一隻寶可夢 一起來 大師求抓兩隻 完美 對我們先這樣派 我們先這樣派 OK 35了 暗之光 瑪瑪夫夫 是誰 是他先 20 因為是野生的寶可夢 他在按那個攻擊輪盤的時候都要按得比較低 跟訓練家的對戰的話他們都很容易按到50 然後因為我是四倍克制所以露奈雅拉很容易就要死掉了 全力無雙激烈拳 好 OK 來 大師求 奇蹟道具機會 不是 可惜可惜 但是是高級球 高級球抓五星 可不可以 一個盒 兩個 為什麼要這樣捉弄我們 好可惜喔 誒隔壁的 左手邊 左手邊 四沙寶爺 啊怎麼那麼大出 剛才一直打不贏 一直抓不到的 大地之力 四沙寶爺 2440 對啊如果是五星的他會炸那個光柱 在我露奈雅拉那支影片就有看到 他是整個炸一條那個彩虹出來 三星中野狼人 我現在有這個誒 四沙寶爺 我可以派四沙寶爺 交給你了寶爺 OK 過 來抓一隻 差一個 來我們第二場 感知强力寶可夢的氣息 628 應該OK啦 628 翻倒程度的呼喊 這該不會是 這該不會是 真的出來了 咱們的噩夢神 一起來了 應該沒有自己招式了對不對 因為只能夠用一次 欸有耶 我在上一場沒用 所以說只有可以在這邊用 上次我是用 反擊機會 跟大地之力去收頭的 所以說 我的Z招式就可以留在第二場使用 可是這個要有一點運氣成分 不見得觸發的出來 哎呦不錯不錯 二隻波動 自殺把也不行啦 沒關係 我們滴滴金鉤幣一下 雖然說Z招式已經用過了 滴滴金鉤幣 又失誤 為什麼 不要再給我失誤了 有有有有有 終於終於終於 連續失誤是哪招 是不是這一把呢 高級球 五星的達克萊伊 四星的水箭龜 我的第二次丟到高級球了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星水箭龜 但是達克萊伊沒來 差一點啦 趕快來 水箭龜 有水Z喔 我們終於有 除了水軍以外的水系打手了 超級水流大漩渦 2880 二十三個 超級水射 這三個